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基金呢 既然给大家建议大家买基金 这买基金行业不是很好选 因为现在的基金的数量 比股票的数量还多 对不对 还包括现在还冒出了很多私募基金 还有各种股权基金 搞不清楚背后怎么回事 普通的股民散户的话 那么工型阶层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买公募基金 因为公募基金现在大多数的基础资产 都已经比较完备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选择这样的基金呢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叫4433法则 它的第一个是指的是过去一年 整个业绩在同类行业中排名前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业绩的比较 你要明白一定要是跟同类去比较 指数跟指数比 主动管理跟主动管理比 你行业跟行业比 第二个你还要看过去两年三年 它也是排在同类前四分之一的 那么这个四分之一不一定是赚钱的 包括亏钱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股市它有流市有熊市 对吧 在熊市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基金也是很难够获得正收益的 所以你只要在跌的时候比别人跌得少 早的时候比别人长得多 这就是非常优秀的基金了 这是第二个四 这两个四它主要是讲的是基金的长期收益 我们还想看一下它的短期收益 这短期收益就是两个三 第一个三就是说在前六个月 它的表现排在同行基金中的前三分之一 那么这里的表现不一定是收益率 可能是收益率 可能是下补率 可能是波动率 可能是你的回撤 甚至卡马比利 等等其他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综合的评项指标 最后一个三就是说 最近三个月排名同行内前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通过这四十三三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能选出一个 比较长期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基金来了 那很多人就问 这个选基金怎么搞这么复杂了 其实这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 这市场的风格是在不断轮换的 很少有人 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人 在每一次都能踏准热点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并且长期只有 那么很多人买基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把它当作一个股票去找 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 因为基金的交易成本远大于股票 我们知道股票的手续费 大概是现在万二左右 但基金的话 它有管理费 还有申购赎回费 特别的很多基金 如果它没有 比如说很多基金设定的 就在申购之后 一年之内赎回的话 它要收1%赎回费的 然后再加上你其他的东西 你一来一去 可能两个点就没有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把基金 当作股票这样的潮